就是从你上来到现在 坚持做物流供应链的工作 是为什么 你在这份工作当中 哪里得到了乐趣和价值 让你坚持专注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供应链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暴弱万象的问题 一个 而且这个工作呢 它不仅涉及到专业性的知识 涉及到与人去沟通 涉及到语言 涉及到文化 而且我还之前有过一些 法律的一些知识 其实我更多向往的工作呢 是会让我有一种游戏闯关 有一种打卡的这种感觉 完成了这一小阶段之后 就好像看到一个孩子 把他渐渐抚养长大 会让自己特别地有成就感 特别地有满足感 我特别想去过这种生活 可能跟因为学校培养的方式 有关系吧 我们上课的时候 都是做一些小组的讨论 就相当于 consulting这样的感觉 然后渐渐地通过上课之后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特别喜欢做这些工作 后来我就决定 我要把供应链作为我的事业 其他的一些法律啊 金融啊会计啊 都作为我的一些辅助的 一些兴趣爱好和知识点 来丰富我来完成 供应链管理的这一方面工作 因为我之前可能在大学读的时候 更多的是一种 学术的思维 而并没有把它们 应用到实践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自己 还是非常有可塑性的 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考考这孩子的情商 你认为这句话在职场中适用吗 在职场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如果我觉得对方有哪些问题 做得不是很对 或者是说 有一些地方可以能够很大的改进的话 我会和对方继续去沟通 哪怕他是我的领导的话 我也会用一些委婉的方式提出来 假如说杨荣是你的上司 他做了一件不那么公道 不那么地道的事 你会怎么做 比如说我跟你说 要给你这个发奖金 对吧 嫉妒奖金 但是后来我又到了发奖金的时候 我没给你发 那你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我可能会问一下 杨总是我哪一方面做得不太好吗 让您没有满意吗 希望您能够直接地指出来 让我知道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它挺直接的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 大家都觉得可能对老板 应该要委婉一些 不那么直接 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间 我觉得因为你很多时间 要花在工作上 怎么样解决问题 我觉得其实在沟通上 如果说尽量直接一点 是减少很多沟通成本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方式 我是蛮欣赏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叫白金法则 就是我们传统的沟通 就是环金法则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在职场里 更有效的我们方法是 对方习惯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 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 和他沟通 这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是不太一样的 实际上那于是彼所欲 我施于人 就是要用同理心 更直白的话 就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我觉得他的整个回答里面 有直率 有委婉 我觉得这两点都做到了 其实是一个蛮适合 跟人沟通的人 如果要是能够把工作和生活 进行完全地分开的话 我相信同事之间们 也不会出现太多 勾心斗角的事情 大家都是共同努力 公平竞争的 来在公司当中更好的工作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购 一万 北京供应链的助理 我给你的职位是海外球销售 是我们37度这张家具 然后地点是在广州 东方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全球的课程采购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给你的薪资 先看一下是那个8000家 那个给你的职位呢 是供应链的经理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可以提供住宿的问题 考虑一下 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有请杨荣甲军 谈情不伤感情 心筹还满意吧 要加吗 有个人既然喜欢你 你可以让他加点 示爱就要表达出来 杨老师 你怎么看 他已经加了 已经加了 对 他很主动的 我不加 因为我会觉得他内心里边 他有一种 全场面试下来 我觉得他充满好奇心的 他愿意去挑战自己 然后就会过有压力的 这种工作的状态 而恰恰我这个岗位 会满足你 全球去找好课程 满足你的好奇心 江还是老的了 考虑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东方爱音 黑洞投资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黑洞投资 Fira